大家好欢迎来到快乐手工 这块材料呢是我们家女儿啦 小的时候婴儿床旁边的床围材料 这是中间有一层海绵 那整个都是还挺厚的 那这个呢是一个爬行垫子 我觉得家里边有孩子都会有这样的材料 今天呢我想用这两块材料做一个旧物改造 首先呢我们剪两个布条 这个布条的长度是51厘米 宽度呢4厘米 我们把布条啊对折 然后呢剪一根50厘米长的拉链 我们把这个光边叠在这个拉链上边 测一条线 那这根呢我们固定在这边 然后呢我们再剪两份边条 其中一份呢烫上铺棉 咱们的铺棉尺寸长度呢78厘米 宽度呢2厘米 放1厘米的缝缝 我们把这两根边条呢夹着 然后刚才做好的这个拉链的两端 测一条线 翻到正面呢测一个窄边 这两个材料呢是一个梯形 铺棉的尺寸哈 这条边37厘米 这条边呢48厘米 高度22厘米 这儿呢稍微打一个圆角 我们都需要放一厘米的缝缝 然后呢我们把材料哈 正面和正面相对 车上这条48厘米的边 翻到正面呢再测一条窄边 接下来呢我们准备三块材料 这三块材料的尺寸是一样的哈 高度35厘米 宽度呢30厘米 这块材料是放在最下边的 上面有胶点防滑的 我们呢拿出刚才做好的这块材料哈 我在这个材料上面做好之后 进行了一个韧线 我们把它搁在这里 然后呢车上这三条边 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两份材料叠齐哈 这个点点呢冲上 然后拿出最早做好的这个边条 我们把它搁在中心点的位置上哈 那我们整个呢车一圈哈 边条的这个毛边呢 我们组合上这份材料 正面冲里边搁进去哈 然后也是车一圈 用包边带啊把它给包上 组合好以后呢我们把爬行垫子塞进去哈 咱们这个手工呢就做好了 里边呢再放一个热水袋 搁晒进去呢就可暖和了 这脚一热吧 这全身都热了 这期视频内容呢就是这些了 感谢您啊花宝贵的时间来看我的视频哈 记得呢要帮忙点赞 咱们下期再见